都是林迪佛家 我一整晚都只見到4隻 哇大哥 人家有1000隻才有1隻 你不記得嗎? 有1000隻青蟹才有1隻 這就是4000隻蟹 4000隻蟹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上次有朋友跟我說 這陣子的軟殼花蟹很棒 趁這陣子焗水 海有大量花蟹 當然要趕快去看看 軟殼蟹是剛剛退殼的花蟹 要找到牠 就是要靠採掃 這陣子的水質也是一般 在這樣的環境 逃手潛水就會比較辛苦 不能在水面看到有東西去抓 要不停地上上落落 不過阿火當做運動就沒所謂 這些蜜魚仔一點都不怕人 不知道可否訓練到牠會做動作 蝦蓮的旗有毒刺 大家想捉牠就要小心一點 最近焗水 牛丘上了淺水位 在水底四圍都看到牠們 如果大家想煮牛丘粉葛湯 這個時間就適合了 找幾條根多重的牛丘 煮出來的湯一定甜到不得了 如果大家有些牛丘的好菜式 不妨留言給阿火 等阿火又試煮一下 除了牛丘之外 左口魚都上了淺水位 大條的左口魚可以去到七八斤 朋友說用來刺身一流 不過阿火逃手潛水 就很少見到七八斤的左口魚 見到的最多都是兩三斤左右 大條的左口魚 可能要揹個瓶下去 潛深一點才看到牠們 大家不要以為蟹才會躲到沙底 這隻蜜魚不留意看 隨時看不到 這隻就是極品油蝦 它的尾巴是藍色的 所以特別異形 大隻的油蝦可以去到15cm長 不過這隻就很明顯未夠清 等阿火找回幾隻大小小的 做個天褲羅吃一下 這些是水中飄火的最難打 蝦在水中很靈活 隨時可以避開這支箭 有時想打一隻蝦 真的隨時潛到氣咳 不過阿火又難玩又餵食 沒辦法了 你遇著阿火真是不幸 這隻蝦 這些蝦用來燒野豬公仔麵 真的沒得頂 其實如果用魚網捉這些蝦就簡單很多 不過沒有帶也不要緊 用遮骨都可以搞定 有時蝦打不中 箭的衝擊波一樣可以撞勻 這隻蝦撞勻了 不用打到蝦爛融融 更好 玩了這麼久 差點忘了自己想做什麼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軟殼蟹 之前看電視節目介紹 撈一千隻青蟹 才有機會找到一隻軟殼蟹 因為蟹退完殼之後 整隻蟹會軟綿綿 但是外殼很快會變硬 要在變硬之前捉到牠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捉軟殼蟹真的全靠運氣 只能按一下蟹 看看可不可以撞到軟殼蟹 這隻蟹蟹站在這裡 好有可疑 按下去是軟滑滑的 這次還讓阿火找到軟殼蟹 死的軟殼蟹見得多 新鮮的不知道大家見過沒有 有這麼大隻軟殼蟹在沙灘面 原來你猜了吧 把蟹拿放在下面 有時候花蟹供 讓花蟹拿一脫殼就會走進來 想做什麼 大家猜猜一下 這隻又是軟殼蟹 阿火這次發達了 還有油蝦 這些可以用來天賦 這些天賦不要頂 又有蝦,又有臨鼻鼻的蟲鼻蟹 這隻鋼也是軟地釣 這些才可以的 這些是軟地釣的 這些是軟地釣的 這樣釣上去 很柔軟地釣 很柔軟地釣 給他看看 臨成隻也有臨鼻鼻 鋼也是軟地釣的 我一整晚都只看到四隻 大佬 一千隻才有一隻 你忘記了嗎? 有一千隻青蟹才有一隻 你終於只有四隻 這是四千隻蟹 這次會為大家做一個軟殼蟹天婦羅 做法比上次的可樂餅簡單很多 先把軟殼蟹腹部的鹽 先把它剪掉 然後剪掉嘴巴 然後幫蟹做脫手 細細的揭開蟹蓋 剪掉蟹腮 蟹腮很多時候都會有點髒 所以建議大家炸之前 一定要剪掉它 剪掉 油蝦部分 剪掉頭髮 蝦腸部分 順手剪掉 然後剪掉外殼 蝦的底部 我們用刀切幾刀 讓它炸的時候不要亂一塊 蝦味的部分 我們用剪刀收一收 讓它炸出來更好看 之後我們用鹽水洗一洗海鮮 如果用淡水洗海鮮 很容易會變焙 大家要注意一下 洗完之後 我們用廚房紙吸乾水分 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加一點七味粉 不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用白胡椒也可以 之後我們就上一上生粉 用掃勻勻 底面的做法都是一樣 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秋葵我們用刀切除頂部堅硬的位置 懶的朋友可以整個頭切掉 然後我們可以加粗鹽 擦走秋葵表面的毛毛 茄子切成段 再開邊 我們可以在茄子表面芥花 讓它炸完 好像一把線一樣 南瓜切片 秋葵在炸前 我們用水灼一分鐘 然後就可以撈起它備用 我們用廚房紙 塗光表面的水分 然後薄薄的上一層生粉 醬汁部分 我們先準備100毫色的清雞湯 大家喜歡用日式高湯也可以 然後加入一湯匙的日式醬油 一湯匙的味淋 用慢火煮一下就可以了 天婦羅的炸漿 非常簡單 我們先準備100毫升的冰水 然後加入50毫升的燒酒 用日本或者韓國的也可以 用冰水做的炸漿 待會炸出來的天婦羅就特別脆了 我們先加一隻雞蛋下去 先將雞蛋攪拌勻 再加入100毫克的低筋麵粉 然後慢慢攪拌均勻 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炸菜了 我們將軟殼蟹鮮上炸漿 然後慢慢放入鍋 然後用140度的油溫 將蟹炸到金黃色 因為蟹裡面會有些水分 如果怕彈油的朋友 記得拿鍋蓋頂一頂 熟手之後 大家就可以放幾隻去炸 蟹鉗和蝦的做法都是一樣 上完炸漿就可以放入鍋裡炸 炸的時候 大家記得控制油溫 不要讓它太大火 如果大家想炸物表皮更鬆脆 大家可以用薯 慢慢滴炸漿到炸物裡 炸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炸其他食物了 跟蟹一樣做法 秋葵上完炸漿之後 就可以下鍋炸了 炸完秋葵 我們就可以炸南瓜 阿火覺得天婦羅裡面 炸南瓜就最好吃了 所以會特別炸多些 然後就可以炸些茄子 茄子一粒粒炸出來 沒那麼好看 芥原花好像一粒線一樣 是不是比較好看呢 到最後我們把油溫推到180度 把軟殼蟹再炸一次 這樣就脆了很多 最後我們把醬汁加一點蘿蟹 最後我們把醬汁加一點蘿蟹 這樣我們的軟殼蟹天婦羅就可以吃了 吃得了 吃得了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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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它的蟹都根本 Photoni 蟹仍然絕為好吃 一定好吃 真的好吃 新鮮軟殼蟹 要在海中到水裡說 厘好吃 炸 Charles 好財添加醬汁 因為蟹和黃室很甜 好吃 ipping� 吃 Kä 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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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ância 我吃這個 cartoon的 appreci cup 吃点点 面有麦汁 好吃 我先试一下汁 自己调味吗 对 自己调味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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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